字幕 李慧賢 歡迎收看灣區直送 我是李慧賢 疫情之下 近越多區出現了商店的結業潮 連大家熟悉的數家業門地 攜充廣場都不例外 多了很多吉布信貼上了朝廈 而正在開門的店鋪 生意又怎样呢 人流是少了很多的 我们会见到通道或者商铺 都是没有以前那么大 以前都是经常行的 现在没什么地方出来 好像很疏落 很多地方收拾了 很多盘口收拾了 刚刚有几间食店都好像开了 但没人看铺 可能那边人流都少了 在商场开了小食店三年纪的Coco 当初在这里开店 就是看准这里地理位置好 平日有学生 假期就有不少人一家大小来光顺 够了旺场 但疫情发生之后 人流急跌 生意一落千丈 开了三年纪 其实今年是最惨 晚饭那段时间 二十分钟才得一个 连晚饭时间都已经死了 他说除了星期五、六的生意会好些 大部分时间都比较静 生意比过年前跌了一半 每天只有千多元收入 原本每年新年后会加价 但今年都不敢了 中午吃饭时间 我们在这间食店的门口 站了大概半个小时 见到有不少人到来买东西 来到卖衣服的区域 见到人流明显少很多 星期白单公司 即七天上安卖单 雾一天开单公司 极的 坐着是灰了 全天是灰了 本呜 ROQ 梁英粉 付责 浪費車錢、繁錢 回到一元都沒有 阿榮和Abby都是在商場開女裝店舖 月租要兩萬多 這段時間生意差到 連租都要自己銀河包 減了少少 但那少少根本無法交 要自己再銀錢出來 可能五萬多元要自己銀出來 一個月的營業壓得幾千元 可能是五千元左右 即是回到來明知沒有人沒有生意 但你為了要教做 所以要回來搏一下 看看能否開到一張單 做生意不可以在意代幣 他們就用盡辦法 希望可以救到生意 踢價賣 拿回成本價就算了 即是當贏的 拿到成本價半價 我自己這麼有空 又找不到錢 我可以做些甚麼去幫人 所以就去拿口罩 沒想過不做 因為我在這個商場都做了四年 冷清的畫面 同樣出現在太子聯合廣場 這條走廊有二十多間店 開門做生意的店舖寥寥可數 有店舖就想辦法自救 Hello 又到直播時間了 今天有很多新生要介紹給大家 店主阿姆就用了過萬元 添置直播設備 新年後開始固定每個星期做一次直播 平均每次都會收到十至三十張訂單 是門市生意的兩至三倍 其實我們一向都有Facebook IG去拍硬照或者拍片 但是都留意到網上可能很多人做直播 都會很多人去看 即時因為那些客人會覺得你穿了件衣 介紹 動來動去的時候會看得件衣更加清楚 他們都會更加有信心在網上購買 現在聯合廣場大概有八十間急鋪 葵聰廣場的空置率就更加超過一成 地產業界就擔心未來的情況會更加差 現在來說絕對比沙士差 有很多公司其實現在不是不倒閉 希望等政府有一系列的紓困措施 拿完錢之後才會走 我估計會有新一浪的結業潮 到時空置率可能會急升 但他相信空置率到達百分之十四至百分之十五之後 就會見頂 政府日前公布抗疫基金預留五十六億元 推行零售業資助計劃 向合資格的商戶提供一次過百萬元的資助 大概有七萬個商戶會受惠 第一期的資助會在四月內發放 不知在你一連串的措施幫助下 本港的零售業行冬期會不會快些過呢 今集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